小胖和小帅是一对好机友,他们经常约在一起吃饭喝酒,这天他们选择了一家烤肉店,吃着烤肉喝着烧酒,小帅感到十分惬意,尤其旁边的一桌还做着几位身材火辣的漂亮妹子。 于是小帅就偷偷告诉给小胖,你快看看11点的方向,那个妹子不错吧? 结果小胖根本不关心什么妹子,他只顾着吃烤肉,并且还让小帅快点吃,不然肉就烤老了。 小帅就很无语,喂,我说你啊,就是因为你吃相太难看,才找不到女朋友的知不知道。 小胖没有说什么,大快吃着烤肉,酒过三巡后,小帅突然就抑郁了起来,我们两个男生总在一起吃饭,真是没劲。 不过话说回来,自从女友红红意外死亡后,我好像就受到了诅咒,我的身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女生了,真是烦死了。 见小帅说到自己的感情生活,小胖立刻就复合道,是啊,猴猴离开后,你就交不到女朋友了,看来你真的是被诅咒了呢,不过你也不用担心,总有一天你会有新的女朋友的,而且现在你也不孤单啊,不是还有我陪你吗? 说着,小胖就傻呵呵的笑了起来,然后小帅不赖烦的说,你就别担心我了,你还是想想自己的问题吧,你什么时候才能托你母胎单身啊。 结果小胖表示现在挺好的,不用特意摆脱目前这种状态。 说着,小胖偷出相机,就对着小帅拍了一张照片,见小胖又在孤岛相机拍照,小帅就更加烦躁了,你是没完了是吧,从高中开始就这样,如果你拍隔壁桌的美女也就算了,老是拍我干什么啊。 而小胖也不管小帅生不生气,举着相机对着小帅一顿乱拍,最后小帅实在受不了了,就大声呵斥小胖,这桌只有我们两个男人,你到底在拍什么鬼啊? 你再拍我就将你相机给摔了,小胖急忙解释,我拍的都是我们的回忆啊,而且我就喜欢拍你的照片。 与此同时,隔壁桌的两个妹子小声一顿起来,你看那两个男人该不会是鸡老吧? 小帅听到了,气得全身都不停的颤抖,接着小帅骂了小胖几句,就急忙离开了,因为小帅觉得和小胖一起吃饭太丢脸了。 小帅走后,小胖也准备回家了,而且他的心情十分好,丝毫没有被刚才不愉快的事情所影响,一回到家,小胖就将刚刚拍摄的照片全都写了出来,嗯,不错,这胶卷拍的真好,说着小胖忍不住的将照片放在嘴边亲吻了一下, 难道说小胖真的是一个鸡脑吗?他一直暗念着小帅? 时间线回到高中时代,小帅和他女友红红还有小胖一起走在回宿舍的路上,然后红红说肚子饿了,想吃一碗炒年糕再回去。 小帅说没问题,就牵着红红去餐厅了,这时小胖却在后面偷偷给他们拍照片,小帅觉得很烦,就冲着小胖喊道,喂,你不要再拍了,快点走啊。 小胖就笑着解释,今天夕阳很美,所以给你们拍张照片纪念一下,说完,一行三人就开心的去吃年糕了。 就这样,他们过完了平凡又快乐的高中生活,但是这种平凡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,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红红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场身亡。 从那之后,小胖就开始执着于将红红留在照片中了,毕竟只有在照片中,红红才会向自己展露最灿烂的笑容,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 关于最后的结局,小优解释一下,其实小胖一直喜欢的人其实是红红,所以小胖才会疯狂对着小帅和红红拍照的。 拍完照片后,小胖会单独将红红的照片剪下来,并单独收藏。 结果红红意外死亡后,小胖发现红红的鬼魂依旧跟在小帅的身边,但只能在照片上才能看得见,所以小胖每次约小帅出来吃饭,就对他疯狂拍照,其实就是为了拍到红红的鬼魂而已。 最后小胖亲吻的那张照片,应该就是红红的鬼魂。 电影云娜,云里解忧,下次再见。